他在这个红色大巴后面 我就是一个人 What's up 拍摄终于结束了 从早上拍到晚上 然后晚上我们又拍了一些平面的视频 而且最酷的是我们走上了最高的直升机平台 去拍这个整个视频 我觉得特别帅一些 我迫不及待想给你们看我们最终的成品 现在应该是晚上十点十点半了 趁机我想带你们去看一看西暗的夜晚 同时我们来拍一个hyperlapse 什么是hyperlapse 走着瞧 出发之前把该带的东西带上 镜头 电池 一杯水 Let's go 其实我不知道大概要走多久 我看地图显示是19分钟走路 所以今天晚上估计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的志愿 新城广场 我的左手边就是陕西政府之前的政府大楼 现在还是政府大楼 哇 这里拍鬼片应该还蛮帅的 怎么样 害不害怕 这天气实在太舒服了 估计现在是十几度 二十度吧 有点风 然后也不热 太好了 早上实在太热了 不过我得手提的云台加上我的摄像机差不多两三公斤 晚上来的好处就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 我把摄像机放在这里已经十分钟了都没有人偷 带你们继续往下走 趁机现在人少的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hyperlapse hyperlapse其实就是一个动态的timelapse 大家就问什么是timelapse timelapse就是在一个地方你拍连续拍很多张照片 然后最后把它拼在一起 在很多vlog里面大家都会用 特别是在美国的比如说Casey Nasdaq 它的开场白一般都是一个timelapse 那hyperlapse就是又把timelapse给稍微的添加了一些色彩 那我们不固定在一个位置拍每一张照片 最后合成成一个视频 而我们是会一边走边拍 然后最后把所有的照片合成做成一个视频 那需要拍多少张照片呢 通常一个电影的一秒是24帧 24帧也就是代表24张照片 所以就是说你每拍24张照片合成是一秒钟的视频 那多长时间拍一次照片呢 每一步你都会拍一张 也就是说我现在每走一步会拍一张照片 再走一步停下来再拍一张照片 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可是效果是非常的炫酷的 所以好的作品都是需要花时间的 还不是人家给咱俩算的 人家少了路好拍照 咱俩那些都嘛 所谓的中路就在我后面 等一下我们就从这里走一步拍一张 拍一个Hoplast给你看 我觉得这边人比较少可以在这边 我准备在自行车道上面拍 因为人行道上实在是看不到什么风景 所以太黑了 然后就这应该看起来还行 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就行 Hoplast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拍法 除了拍照片之外 当然拍照片这个质量是最好的 而且你的后期的选择度和把控度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去拍Hoplast 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不用照片的方式去拍Hoplast 我会用视频的方式 用了云台锁定我要去的一个目标 然后对着那个方向一直录向 尽量走一条直线 所以如果地上有这个斑马线 或者是画的这个线的话 跟着这条线往前走是最好的 这样的出来的效果 后期说做的调整是最少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们把云台锁定一个前面这个钟楼 然后试着拍一下 我就准备顺着这条线 从这黄线 一直往前走 走到中文 走路要稳一点 走吧 走到中文 走猖沙发 下线马 老虫 完所以我马上要装照 那个 差不多 的 一天暴風雨 你是昨天忘記 離開你我才教會自己 那愛笑的眼睛 再見愛情 我一定讓自己 讓自己堅定 再見到你 我一定讓自己 差不多結束了 現在已經快一點了 電動上怎麼還這麼多人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 不是待我 回家 累死 如果你喜歡看更多的這樣的視頻 然後加上一些攝影的小技巧 記得留言點贊 轉發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離開你我才教會自己 那愛笑的眼睛 再見愛情 我